来看到普丁今天出席俄罗斯高等学校的这个毕业典礼 那么在上台致辞的时候 他也提到了目前乌东顿巴斯地区在奋战的俄军 也勉励毕业生要传承俄军的英勇 保卫国家的精神 成为反纳粹主义的英雄 克里姆林公发言人证实 现在俄军在乌克兰已经俘虏了两名美国退役军人 表示两人开火已经违及到了俄军的生命安全 同样会面临法律制裁 我们来看到根据香港有调查 在当地第五波疫情的五个月 三分之一的人口体重增加了一成 主要就是因为运动量太少了 而外送平台在香港第一名是云南米线 还红到日本去开分店 讲求快的香港人 只取外带首选四烧辣 无论烧耳叉烧只斩只卖 好气一点 留有起司龙虾一面 各种炒饭等餐厅境内用食 这些都很受欢迎 疫情之下外送生意大增 外送员一单接一单 香港外送平台第一位是云南米线 酸加辣汤为主 菜肉可自选是流行食品 香港品牌被日本餐饮集团收购 最近还进军日本市场 第二三位都是汉堡 台式奶茶排名第六 香港肥胖学会的调查显示 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表示 第五波疫情以来体重增加了一成 疫情期间运动场一度关闭 或是要求戴上口罩运动 都影响了民众运动抑郁 另一调查指六成港元抗疫期间 以零食获取快乐 四成人表示多了吃零食 包括百分之五十六 常吃洋芋片 百分之四十六吃饼干 近四成吃冰淇淋 在家下厨的也增加了 其中三成多的男士 喜欢做中式点心 近四成女士 喜欢做蛋糕 以上是组香港记者李锦华的报道 好来看的是英国的铁路 海市运输工人全国联会联盟 发动三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 全国有五万名的员工响应 为期三天 而各地大部分的火车班次 也都被取消 伦敦地铁也瘫痪 就在今天上午 伦敦地铁都已经拉下铁门了 民众只能够在家工作 或是寻找其他的替代交通方式来通勤 而英国地铁罢工 也是影响了居民的生活 英国的铁路网公司表示 罢工是必要的 因为英国的通货膨胀 来到四十年来的新高 工资已经跟不上通膨的速度了 23号跟25号也会发动陆续罢工 也呼吁政府要来听听劳工的诉求 英国的运输大臣夏普斯则表示 政府会努力把这混乱涨到最低 但他也说罢工期间 也只有两成的运输能够照常服务 我们来看天后Beyonce 她终于要发布第七张个人专辑了 继她上一次的作品是2016年 睽違6年 再度回归大作令粉丝 超期待 而她的新的单曲呢 也是立刻释出 真的是还串升到了这个串流平台 那么也登上了英国时尚杂志 气势十足 也是在网路上掀起话题 另外她也带了这个Tiffany的最大钻石 重达80克拉 将近新台币10亿多元 也是非常有气势 完全可以充起她的天后分量 好来看到6月21号 今天除了是夏至之外 也是世界瑜伽日 2014年印度上联合国建议 有要设立世界瑜伽日 后来得到了177个国家支持 而重要的推手就是现任的印度总理莫迪 她选择将世界瑜伽日定在夏至 因为这天呢 是这个北半球的日照时间最长 象征瑜伽赋予生命 生生不息的力量 那我们都知道 瑜伽起源于印度 是古印度文化 那么也是印度哲学派别之一 这运动可以锻炼身体 心灵 还有心理 那么也是现代人呢 改善自己生活的一些重要的要素 因此有不少人是瑜伽的热爱者 那为了庆祝这一天 也有上千人聚集在纽约的Times Square 甚至还在大马路上 直接铺起了瑜伽电 所以要用身体例行 庆祝这印度一度的世界瑜伽日 好 现在疫情持续紧绷 推荐给大家可以使用我们 旺旺雪神的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如果您的空间比较大 大陆有8平的话 那么可以选择这一组 好 如果你会说你的空间比较小啊 推荐给大家另外一组 80ml的容量的雾化器 在哪里购买呢 就是到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能够买得到